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冠状病毒 还称美方落回于疫情挑战是因为中方的信息不公开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这是蓬佩奥对中国和武汉的污名化 对这种卑劣做法表示谴责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就新型冠状病毒做出正式命名 各别美国政客不尊重科学 不尊重世卫组织的决定 迫不及待地借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进行污名化 我们谴责这种卑劣的做法 另外对于蓬佩奥指责中国所谓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说法 耿爽表示中方的态度始终公开透明负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即使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 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 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积极回应各方关切 加强同各方合作 中国为全世界抗击疫情赢得了时间 做出了积极贡献 耿爽表示对于中国的贡献 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 国际社会早有公论 蓬佩奥诋毁中国 抗击疫情努力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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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